有了这个文件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定义我们的root的规则 我们可以随便去复制一个文件 因为这些规则我们都前面已经定义不了的 我们随便复制它 复制过来 这个我们是不需要的 然后的话我们的name我们改成是我们所需要的 例如说是我们的upload的一个配机 然后root的名字叫做root upload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名字 root upload点root 然后我们刚才写的名字是什么 upload ueditor这样的一个名字 然后这个里面它可接收post跟get 为什么呢 因为上传图片一定是post 但是获取配置文件它一定是get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来 做我们的入口 ueditor 在这里面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来做我们自己的一些操作 先返回 不管什么东西我们先返回 返回 就是说我们随便返回 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upload都可以 关于我们的图片的上传 我们根据官方的一些说法 以及我们自己的调试来进行一些操作 刷新页面 我们再来上传也是看看效果 打开它 选择这种文件 然后的话点击这里的上传 你会发现它调的还是我们那样的一个网址 upload ueditor 使它的i个星变了就是upload image 这个是他们自定义的 它将参数通过form data的方式上传给我们了 同样的话我们这个写法其实也是很固定的 if i个星它是我们的upload image的时候 我们进行我们的upload的一个操作 i个星等于我们的upload image 那我们进行我们的upload image的一个操作 upload image我们专门定一个方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upload image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调我们upload的upload image 在这个里面进行我们的图片的上传的一些动作 在这里的话 关于我们图片上传的话 我们首先要定义好它统一到一个返回值 根据它官方的说法 它的统一返回值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这跟我们其他前面写返回接程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它跟我们有远不一样 它的state成功就必须返回sercise 不成功的话你就不用返回sercise 你随便返回sercise 它就认为是不成功的 然后的话上传成功之后的ur地址 还有title 就是你的图片的内容的标题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我们的 oranger 原始的放了一个东西 你只要按照这四个东西 通过接程的方式给它返回 它就认为是对的 我给大家试试 默论我们就以sercise返回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看看效果 这是你会发现它这个基本上传成功了 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做了个假的 我们只是将它内容返回来 它就认为它上传成功了 这只是一个标识而已 我们来做这样的功能 真正的图标上传功能 在我们的request里面有一个对象 叫做fire requestfire里面 可以来获取我们的fire对象 定下fire target 打印来看看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知道如何进行操作了 applog.info fire target 内容让它自动再重新加载一下 上转一张图片 我们看看效果 打印的是什么 k值是它 它是一个字典里面 它的k值是它 名字是fut.gpg 内型是imagic的gpg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里面可以取出来 我们想要的文件类型 applog.info 是从fire target里面进行取的 前提是我们也一样进行判断嘛 它如果是在我们的fire target里面 我们就这么去 不在的话我们就直接取怒了 那如果applog.info is not 算是它没取到 那没取到 那我们就只能不好意思了嘛 stata 就是上传失败了嘛 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直接进行返回就行了 如果它有的话 那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图片 真正的叫上传动作 上传动作的话 这里的话我们就封装成统一的一个上传的方法 我们为什么要统一封装 给大家说 老师 为什么你一定要封装 你是不是有什么预见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封装的前提是 像这种上传的动作是比较通用的 它跟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使用统一的封装上传字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使用 例如说一会我们还会讲我们的封面图的一个上传 它就会使用到无红刷新的上传 它上传也是一样需要使用到我们的上传的这样的封装的方法 然后这个程度它就可以雇用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封装的原理 封装原理是因为它会被多数叫用 并且是它封装起来的话 它可以减轻我们的业务的复杂度 所以说我们来封装一个方法 叫做我们的upload service 在我们的commonlibus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upload的service 这个service它是一个类 这个类里面就只有进展方法 upload service 第一个进展方法就是我们的上传的一个方法 我们是第一个名字叫做upload by fire 以文件性上传 然后这个程度上传是文件内 然后是return return的话我们这个程度的话 就直接返回我们正常的前面操作的 例如说我们的code是200 message是操作成功 然后data是我们的一个节省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字典 操作成功 这是我们的统一定义格式 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直接可以调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 参业完了之后它会有一个返回值 然后通过判断我们这个返回值成功或者失败 来进行相应的业务提示 这是from.com.nibus里面有一个upload service 然后import我们的upload service 让它引入进来进行使用 upload 然后进行上传 大 内套 是